Norika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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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ika很開心 你各位知道 6月28號是什麼日子嗎 嗯哼 就是永遠的性甘女神 藤原季香諾生日 今年邁入無私歲的她 靠著規律的運動 還有嚴格的飲食控管 將體態保持到完美 看了消遍只有兩個字 佩服 大家好 我是通文七少 我很開心來到台灣 謝謝大家 說起祭香的出道經歷 可是要回溯到1992那年 當時她正就讀於神護親和女子大學英文系 祭香的媽媽認為參加選美可為相親加分 所以就替她報名了日本小姐選美 無報則疑 一報就拿下了當年度的冠軍 割年便正式踏入演藝圈 不過祭香的父母卻極力反對她走演藝圈這條路 甚至不惜開地突炮攻擊 東京是個可怕的地方 Horiga在藤原祭香沒有打退堂鼓 翻到以打學成績歐帕作為交換條件 成功水服了父母 讓她每天搭新幹線往返關西東京 而這樣的日子長達了四年 讓藤原祭香沉下去的理由全是因為1995年 藤原祭香的朋友在反省大地震中不幸罹難 讓她體悟到不想抱著遺憾死去 經過一番兼職後開始了藤原祭香的演藝之路 有意外はないの 父親ですなんてね空の上にいるだけで やってることはお茶組みにお弁当配り そういうこと言っちゃダメでしょせっかく選んでやった仕事なんで まあこれでもね迷ったり夜道したくなる時だってあるのよ 桂さんあなたはパパとどういうご関係? あの大阪時代の知り合いです 親父大阪なんかにいたことあんの? 知らなーい パパだって私たちのこと何にも知らないで うるさいこと何一つ言わないで お金だけくれるところは便利でいいけどね まあ親としては失格か? No one touches me unless I want to be touched チャンスレコ 俺は人を負けている 私たちの金額を負ける それからどうも チャンスレコ あとは彼られたのが死んだ 劇傳 在拍攝雷霆戦盡時 郭福成也曾敗倒在藤原宅箱的石榴群下 Bath得到的都是官方答案 2人可謂低調低調再低調 OK 既然都提到女神的情詩了 那不眠俗了 也要介紹一下女神的兩段婚姻 2007年藤原季香和邪心 枕內置責閃婚 讓多少男性羨慕嫉妒恨啊 但是這段婚姻僅僅維持兩年 就以男方婉遇收場 2016年藤原季香 再嫁歌舞級男星 片岡愛之助 AKA黑棋娘娘 婚後藤原季香則努力 當個嫌內助 經常出現在老公的表演會場 除了親自加油打氣外 也會交代觀眾 謝謝 抱歉,為什麼? 危險,危險,危險 什麼叫做台灣的? 這次是主人的支持 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這次是主人的支持 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危險,危險 有什麼想要的地方在台灣? 可能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我喜歡台灣的支持 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我真的想要主人的支持 歌舞伎的支持 主人的支持 我沒有主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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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東新灣青女神 繼續優雅下去吧 報導 為了 l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